大家早安 今天如何? 你今天 我們有一個口號叫做 我們有說你今天興奮了嗎? 你知道嗎? 對行為七七的來講 天下無難是只怕興奮人 興奮的情緒度 你所有的事情都沒有障礙 那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 希望你會更 對英文更了解更喜歡更有畫面 我們今天要講的字叫 classmate 你們會想說 這個字大家都知道 可是你們知道它的來源嗎? 你知道我們之前說過 語言這次是同源 這個字 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我們的喉嚨 喉嚨呢?所以這個字最早最早的字原 class這個字原來不叫班級 你知道它的由來是什麼嗎? 它的由來來自於呢? 在古羅馬時代的時候我們要去叫人 叫人來幹嘛? 當兵 所以它跟叩有關係 就是呼喊叩叩叩叩 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叫很多很多人來當兵 那很多人來當兵以後呢 有些人呢就跟欣慰T恤一樣漂亮的啊 就分在漂亮那一組 有些人呢就是個子很高的啊 他就分在個子高的一組 有些人是頭腦非常非常聰明的 他就分在聰明的那一組 於是呢他就被分類 所以最早最早class這個字 它是當成什麼? 等級 所以有沒有我們有說 這個人你還沒有class highclass高級的 lowclass低級的 所以class這個字最早最早是什麼? 等級 那最後因為這群人 這群聰明的人 這群漂亮的人 這群高的人 這群有智慧的人總是在一起 所以慢慢他就變成班級 他是轉注跟假借來的 所以classmate mate又是什麼意思呢? mate 當你講到 的時候是兩個字 你嘴巴是合在一起的 mate 就是可以互相擁抱的意思 mate 就是我們很親密的夥伴 所以classmate就是 我們講嘛 大家都當 我們沒有看過人家當兵 可是我們有看過軍教片 mate 是可以睡在一起的人 所以classmate 就是他們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他們看到彼此會互相擁抱的喔 那當然classmate 他還可以擁有 演繹出非常非常多的字 但是 想要了解更多 一定要來天下英文 讓大家呢 背單字 不費力 而且 一勞有意 好 好 好